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解说园 今天我们来聊聊神秘的非洲 看看有哪些好玩的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视频中这个长相貌似猿猴的男孩 名叫艾莉 艾莉,一个1998年在卢旺达出生的小男孩 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 她的父母之前生了五个孩子 但都不幸夭折了 艾莉的到来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难得的喜悦 因为它是他们剩下的希望 艾莉出生时 头只有网球那么大 起初 她的妈妈并没有太在意 以为只是婴儿头还没长大的正常现象 夫妻俩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这个孩子 希望她能够健康成长 然而 随着艾莉的成长 她的头部变得越来越怪异 当村里的人来 看望他们时 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艾莉 因为她那尖嘴猴腮的脸 像急了一只猴子 她的额头和颧骨突出 下巴尖尖 这种到锥子脸 加上她现在鼻子和宽大的嘴巴 让她的面容显得很不协调 实际上 艾莉是小头畸形的患者 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 平均每几千个新生中就有一例 但当时非洲的医疗条件有限 艾莉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生病了 他们以为这只是长相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畸形且唯一的孩子 艾莉的妈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抚养她长大 随着艾莉的成长 她因为奇特的外貌 无法与同名人融洽相处 而且智力发育也远比其他人满 她没有沟通能力 村里的小孩经常欺负她 甚至逼她爬树 用石块砸她 孩子附近的大人都不把艾莉当作人 他们觉得艾莉就是一只动物 一只猴子 因为艾莉的生活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样 她不喜欢吃蔬食 拒绝妈妈做的饭菜 反倒喜欢水果 特别是香蕉还有玉米 她在野外摘水果 有时候饿得不行 就吃点杂草 因为艾莉的特殊 附近的孩子经常欺负她 追赶她 所以她学会了逃跑 擅长爬树和奔跑 据说七天能跑230公里 这让妈妈非常担忧 担心她有一天跑得太远 找不到回家的路 只能用绳子拴着她 因为特殊原因 艾莉不能外出打工 在家人的教导下 她学会了做家务 也逐渐能听懂妈妈的话 那些曾经欺负她的孩子长大了 也不再找她麻烦 但艾莉还是离不开父母的照顾 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艾莉的事情被报道后 收到了世界各地的捐款 当地人慢慢接受了她 现在她每天都穿着西装 去当地一所特殊学校学习 希望艾莉一家 在未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有个地方 半数以上的年轻人 都对纸壳糖浆上瘾 同时失业率高达95% 这里曾拥有全球最大面额的货币 一百万亿 就算天地银行 也需要从这里进货 这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金巴布韦 著名的维多利亚瀑布 就坐落在这里 在金巴布韦 年轻人找工作难 生活压力大 看不到希望 于是就开始过起了 混日子的生活 当他们想逃避现实时 就需要找一种 能让自己忘记烦恼的神药 纸壳糖浆 可带因和酒精 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可带因是一种鸦片类药物 有纸壳作用 酒精就更不用说了 具有麻痹和成瘾的效果 喝下一瓶一百毫升的纸壳糖浆 就会感受到鸦片般的愉悦 在金巴布韦的街头 你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勾肩搭背 随身携带糖浆 一瓶纸壳糖浆的价格 只需三至五美元 比买一包纸巾还便宜 在这里 喝纸壳糖浆 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常态 甚至还有人因子而腐蚀了牙齿 尽管国家已明令禁止销售这种糖浆 但效果并不明显 不良商家 还是从其他国家走私过来 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 一瓶糖浆就能摆平 在这样的环境下 想要独善其身实在太难 金巴布韦的年轻人可以不吃饭 不学习 但一定会想办法喝糖浆 一瓶普通的纸壳糖浆 竟成了这些年轻人的精神寄托 这里发生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这里的通货膨胀率太高了 在这里 你可以轻易地实现一个小目标 比如挣它一个亿 因为这里的汇率是一马尼约 等于92亿金巴布为原 它们是怎么让本国货币 变得比明币还便宜的呢 要知道上世纪 金元与美元的汇率是1比1.4亿 比美元还贵 这个国家曾经是非洲大陆的黑白双煞 非洲面包兰和烟草王国 可以向非洲15个国家出口45吨粮食 烟草出口世界第二 然而 英国停止了援助 又搞土地改革 把有经验的白人农场主赶走 导致当年农业损失120亿 当时 总统穆加倍决定印钞票来解决经济问题 从2001年开始 10年里发行了70套新货币 结果就是越印越离谱 以凭碳酸饮料500万亿 用卡车当钱包 背着麻袋去购物 汇率甚至一天变几次 吃饭前最好先结账 因为很可能吃完就不是那个价格了 最后 连擦屁股的纸都比纸币值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领导人决定继续印钞票 增加货币面值 结果 2013年 国库只剩下217美元 纸张和油墨的价格疯涨 连钱都印不起了 最后 金元变成这样 老百姓只好进入 以物换物的生活状态 没办法 干脆用美元 欧元等九种货币 作为法定货币 彻底放弃本国货币 这导致经贸五维 失去了国家经济调节能力 全面依赖世界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年轻人只能不断摆烂 据粗略统计 现在津巴布围 有50%的年轻人 对止咳糖浆上瘾 长期无节制食用 会引发呼吸系统疾病 对肝脏造成永久损伤 国内经济 因为政府信用崩溃 而土崩跋解 失业率已经达到95% 这意味着长大及失业 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特定现象 需要放到特定环境下去分析 这片富饶的土地 却无法浇灌最美好的精神家园 现在 全国禁止出售纸磕糖浆 但反而刺激了走私商贩 那些表面上的禁毒所 不是价格昂贵的私营 就是随便给点安定药物的 公立精神医院 对改变现状的作用 微乎其微 只有年轻人自我觉醒 才有阶段的希望 也许津巴不韦 通货膨胀的问题 迟早能解决 但是年轻人 被腐蚀掉的身体和精神 该如何挽救呢 这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的闭环 某个现象 得放到相应环境中分析 才不会显得片面 在这片充满艰辛的黑肥之地 虽然生长着丰富的野生资源 但却无法滋养人们心灵的美好家园 有个年轻人开卡车跑运输 同时娶了三个老婆 生了一堆孩子 成了当地的大人物 你想知道他月薪多少 才能养活这三个老婆吗 这个非洲小伙来自北宁 那里实行一夫多妻制 现在他正舒服地在家里 像老大爷一样 享受着老婆们端茶倒水 他掏出一笔钱交给老婆 老婆们顿时眉开眼笑 那这位黑人到底有多富有呢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吧 这天小伙回家 小老婆给他倒了杯茶 夫妻俩都习以为常 毕竟他能娶三个老婆 说明他有钱 然后他开始向大家展示他的收藏品 一堆锅碗条盆 就是他财富的象征 喝完茶 他掏出一张零花钱给小老婆 老婆的笑容顿时灿烂起来 小伙打量了老婆一番 然后拉着他去了旁边的小房间 一分钟后 他心满意足地离开 老婆已经见怪不怪了 小伙生活在贝宁 那里的棉花质量好 产量高 在全球都小有名气 他的工作也很简单 就是一名长途货运司机 把棉花从工厂运到港口 他急着离开 是因为要在24小时内 把一车棉花送到科托弩港口 他的座驾是一辆40年的老古董 其实是欧洲产的重型货车 在其他人心目中已经报废了 但在他手里却变成了宝 这辆二手车是他省吃俭用买下的 虽然外观破旧 但装货能力很强 这次他装了24吨棉花 简单地告别之后 小黑开始前往科托弩港口的路程 一位非洲小伙子驾驶大卡车运送棉花 却能娶到三个老婆 你猜他到底多有钱 小黑每月收入2000元 在当地算是成功人士 但拉一趟棉花只挣800块 剩下的1200从哪来呢 原来小黑还有其他的赚钱秘诀 小黑驾驶卡车在公路上飞驰 车速高达80马 这对车辆和道路来说是个极限 因为速度快 他才能用货车做私火 两个小时后 小黑来到一个村庄 有两个女人迎面走来 分别是他的大老婆和二老婆 旁边还跟着几个孩子 老婆们还为他准备了几十袋木炭 这些是在城里能卖出高价的物品 也是小黑月入2000的原因 在上老婆孩子后 小黑再次出发 这次他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车速也降了下来 他必须考虑家人的安全 随着路程过半 路况越来越差 危险无处不在 看到路边被撞翻的汽车 小黑更加小心翼翼地降低车速 虽然这条路危险重重 但他能让小黑赚到养活 整个大家庭的钱 天色渐暗 小黑在路边休息 第二天早上 他先将木炭 卖给了城里开餐馆的人家 这一趟净赚600多块 随后他马上前往科托弩港口 几个小时过去 小黑终于来到了港口 此时前面已经有许多 正在排队的火车 又等了三个小时 小黑终于卸掉了车上的24吨棉花 然而工作人员却表示 洁白的棉花被木炭弄脏了 于是想要退货 好在最终有一个外国商人 看上了小黑 才不至于白跑一趟 最后小黑又回到了小老婆那里 像这样的单子 小黑每个月至少跑两趟 等到攒够了钱 他还想再迎娶一位 更加年轻漂亮的妻子 而非洲有一男子 一个人娶了12位妻子 他们睡觉该怎么安排呢 你绝对想象不到 眼前这位黑不溜秋的大叔 居然有12个妻子 他们所有人都其乐融融的 生活在一栋房子里 但大叔觉得还不够 他的梦想是娶20个妻子 你觉得他能实现这一梦想吗 大叔生活在非洲卢旺达 这里一夫多妻制度十分普遍 不过这里穷也是真的穷 由于大叔是医生 这一职业在当地十分吃香 至少养活一大家子不是问题 忘了说 大叔的12个老婆 一共为他生下29个孩子 大叔的第一任妻子 和他结婚16年 保持着两年生一个的频率 一共生下了8个小孩 但大叔不是什么好老公 在和大老婆结婚两年后 直接带回来一个女人 说是二老婆 随后就有了第三第四 第十二任老婆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妻子天团都住在一个房子 他们并没有想象中的争吵 在看谈大叔 每晚都去不同妻子的房间 主打一个雨露均毡 只不过周二周四的时间 都属于大老婆 当妻子天团被问及 是否满意丈夫的行为时 大老婆稍微有点羞涩 表示他们知道 12个人共享一个男人 所以不会为此而争吵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严格的时间表 只要按照上面的来 不存在谁被冷落的事情 其实大叔在成为医生之前 只是一名普通的修鞋将 通过努力才当上医生 然后迎娶了12位妻子 当然 妻子天团不吵架 也有大叔的功劳 比如之前一次 妻子天团爆发了严重的内讧 小黑没有偏帮谁 而是一个人准备好饭菜 然后告诉妻子们要相互尊重 这种能解决问题的男人 谁能不爱 事后他还给妻子们买衣服 就此化解了妻子们的矛盾 从那之后 妻子天团便不再争吵 这样的男人 你觉得他能娶上20个媳妇吗 许多城市都有贫民窟 但这个地方的贫民窟很不一般 这里的房子全都在水面上 穷得连土地都没法拥有 人们也管 这里叫非洲版的威尼斯 马可可 这个非洲最大的漂浮贫民窟 坐落在拉格斯泄湖 位于尼日利亚最大港口城市拉格斯 这里虽然是非洲的主要金融中心 但在繁华背后有一大片破败不堪的地方 在污水河上 距离水面不到一米的地方 木头房子密密麻麻地排列着 看起来很危险 就像一个小村落 在这狭小的空间里 竟然生活着20多万居民 实际人数可能还更多 马可可园本是个渔村 村民们靠打渔为生 在水面上建起了高脚楼 如今 这里的大部分人仍然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过高 土地资源短缺 底层人民被越来越多地 挤到水上贫民窟 在这里 无数饥饿的流民艰难求生 在错综复杂的水道上 各种载人小船穿梭不停 有时候还会堵船 但这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 公用厕所也建在水上 污水 厨房残渣和垃圾都汇集在各自污棚下的水里 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尽管如此 这里应有尽有 甚至有移动的水上商店 酒吧 理发店和学校 当地的孩子很小就学会了游泳 他们能在水上漂浮和游泳 这是他们首先要掌握的本领 然而 这里的学校不多 不是所有孩子都能上学 饮用水要买 店几乎不存在 但他们还是喜欢生活在这里 马可可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把传宗接代当作头等大事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孩子 虽然物质上不富裕 但谈到满堂的子孙 他们非常自豪 这可能是马可可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随着规模越来越大 马可可变得鱼龙混杂 这里开始隐藏着许多不法分子 犯罪猖獗 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 2012年 当地政府宣布拆除贫民窟和高脚楼 但由于居民的激烈反对 甚至导致流血和死亡 马可可裁得以继续生存 但这样的拆迁计划 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头顶水桶 走十几公里 甚至几十公里找水源 这是不少非洲妇女和孩子的主要任务 对比40度的高温和烈日 他们更担心没水喝 现在来说说非洲的饮水问题 在旱季 找水成为这些人生活的重心 他们早出晚归 就为了背回家一桶脏兮兮 泥沙满溢的水 这水虽然不清澈 却是一家老小和牲扣一两天的全部水源 你可能要问 非洲怎么这么干旱缺水 难道方圆石里找不到一口井吗 其实这有点误解非洲了 英国地质调查局早在十几年前 就勘探出一个颠覆常识的结果 非洲不仅不缺水 地下水还特别丰富 储量是地表水的一百倍还多 大约有66万立方千米 更让人意外的是 那个年降水不超过22毫米 以干旱著称的撒哈拉沙漠 其实是非洲地下水含量最丰富的地方 撒哈拉沙漠形成的时间并不长 大概在五千杠一万年前 当时还是一片绿洲 丰富的地下水就是那时续起来的 沙漠化后 这里成了无人区 地下水资源得以保存 近年来 许多国际组织也进入非洲 帮助当地人民 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看 非洲的饮水问题都不应该那么严重 但为啥还有那么多人顶着烈日 背着水罐 跋涉几十公里找脏水呢 难道有啥讲究 还是非洲人懒得挖井 这个问题让人想不明白 为啥非洲人不自己挖井 却宁愿走十几公里找泥沙水呢 我们都清楚 除了大片的撒哈拉沙漠 非洲有一半以上的地方 都是热带草原气候 这片热带草原 可是著名的动物天堂 天天都在上演原始的自然法则 但这种气候对现代人来说 可是相当不客气 特别是它那个讨厌的特点 就是极端的雨季和旱季 雨季一来 洪水泛滥 疾病也开始蔓延 等到旱季 水源枯竭 动物们为了争夺水源 甚至不惜拼命 正因为这样 生活在这种气候下的非洲人 很多时候都不愿意住在水源附近 因为雨季的时候 湿气重 容易生病 还容易传播 但为了生活 它们不得不去种地 所以一到旱季 它们就得跑很远的地方找水 这样一来 它们就得跟着水源迁徙 意味着要放弃辛苦重的庄稼 而且旱季的时候 不是哪里都有水 想长期守着一个水源地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 这些非洲人 之所以选择喝泥沙水 是因为气候的限制 那你可能会问 既然地下水这么丰富 它们为什么不愿意挖井呢 你知道吗 有些非洲人 宁愿喝泥沙水 也不愿意挖井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 真正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非洲人 大多生活在极度贫困的地区 这些地区的居民基本 都位于不宜开发的地区 而且水源层距离地表相当远 要打出一口井来 需要挖到200米深 靠人力是无法完成 这样的工程的 此外 缺水还增加了 土地塌陷的风险 对于贫困地区的人们来说 价值上万美元的打井设备 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非洲人 都靠打水为生 据2021年的统计 非洲大约有三亿人 生活在极度缺水的环境中 这些人很可能需要走很远的路去取水 不过 他们的缺水问题 主要集中在旱季 实际上 全球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极端缺水期 大约有40亿人受到影响 虽然生活在热带沙漠气候和热带草原气候的人 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缺水 因为他们已经在开发地下水了 在国际援助中 有很大一部分资金 是用来帮助非洲人民打井的 举个例子 2021年8月 在中国援助下 仅金八部为一国 就成功打出了一千口井 这意味着 大部分非洲并不是不想打井 而是已经有很多地方打出了水 有些较为富有的国家 由于过度开发地下水 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甚至引发了地质灾难 而贫困人群 往往有惰性和依赖外源的思想 他们认为不劳而祸 是最合理的生活方式 水资源短缺导致的食品短缺和生活不便 使得这些群体难以摆脱贫困 这样一来 他们的消极思维更加严重 看到脱离贫困的希望渺茫 除了选择躺平 他们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在非洲有这么一群黑哥 即使靠捡垃圾为生 也要穿着奢侈品牌的服装 辛苦攒下两年积蓄 不为吃不为喝 也不是为了买房 而是一双威士顿皮鞋 贫瘠的土地上 魔幻现实主义的花朵 更容易绽放 在这里 马斯洛需求常常被现实打脸 你可能觉得他们爱慕虚荣 但又没法嘲笑他们 在非洲钢果金和钢果部的萨布人看来 炫耀就是第一生产力 走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 破旧的墙壁垃圾遍地的景象 与他们夸张的举止 陶醉的造型形成鲜明对比 他们的行头 从上到下价值超过万元美金 这可不是时尚拍摄场景 他们并非观二代或求二代 只是一群普通人 即使住在棚户区 肠饿肚子 有钱了也不想着投资创业 改善生活 对他们来说 华福才是钱的归宿 就算生活再苦 只要摸到手工裁剪的西装面料 闻到鳄鱼皮鞋的味道 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宠 周末还会有萨普人的聚会 他们在街边塑料椅子上 互相点评 发表对时尚的理解 虽然衣服是白人发明的 但他们用它创造了艺术 没错 萨普们对名牌的热爱 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他们坚持全身颜色不超过三种 对色彩的搭配和平衡 有着独到的见解 就连日本知名设计师 山本宽斋也表示 这些非洲萨普是他的创作灵感 不夸张地说 平门窟的任何一位萨普 都能机身年度时尚男人 他不灵 就像不修兵服的静炉里维斯 他如普通人一样乘坐地铁 这个世界总有些人 即使不依赖华丽的衣着 也能散发出独特的气质 而对于萨普们来说 华丽的服装就是他们的小确幸 使他们度过艰难人生的百度 尽管家徒四壁 光显昏暗 但他们从麻袋里 一件件抖露出奢侈品服装和配饰 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为了周末的聚会 他们会花费一星期的精力 来考虑全身的搭配 帽子 口袋巾和雨伞都精心准备 在刚果 萨普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他们就像明星一样 人们会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 展示名贵手表 甚至在街头被索要签名 他们也会被邀请参加婚礼 充当场面担当 正如鲁迅在一百多年前总结的那样 有一类人站着喝酒 还穿长衫 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俄国小姐 即使口袋里只有一块钱 也要用这一块钱买一只口红 这些人都是一群 对生活有着独特追求的人 老舍说过 老北京的八旗子弟 有钱真讲究 没钱穷讲究 试问一下 贫穷就必须节衣缩食吗 那些关于萨普的欧美纪录片 都是带着讽刺的味道 站在假装富有的角度看待这件事 很多事都要放在它特定的环境中看 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 国家处于混乱状态 货币随时可能因为战乱 变得毫无价值 正一观而知荣辱 这方面来说 没什么好嘲笑的 萨普文化可以追逐到殖民时代 当时法国人来到这里 用二手衣服和当地人交换 穿上得体的衣服 让他们有了认同感 但后来受到暴君蒙伯托的压迫 不允许贫民穿西装 刚果音乐传奇人物 帕帕文巴 身披华富演出 说萨普文化 永远是他的风格标志 萨普们就开始通过 穿合适的西装 反抗暴君 反抗压迫 这时候的萨普有了自己的特性 可以说是非洲这片苦难大地上 一道艳丽夺目的风景 萨普的一个首要准则就是 绝不买假货 品牌不仅是为了外表光鲜 也是内心崇尚的追求 穿着假货就是对自己的侮辱 哪怕只能买得起一双名牌袜子 也绝不买五件防品衬衫 成为萨普很简单 不需要申请 也不用交入会费 只要身穿一身搭配合理的奢侈品 走出家门 就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 自动成为萨普 但只有华丽的外表是不够的 还要像真正的绅士一样要求自己 保持优雅的举止 不沾黄赌毒 不打老婆 不骂街 不犯罪 有自施其力的能力 华丽的服装会 约束人的行为 萨普要保持端正笔直 现在的政府也比较认可萨普文化 这是无需社会中的一道有序的风景 虽然工作是灰头土脸 但只要换上一身奢侈品 享受着100%的回头率 这就是萨普们最享受的时刻 这种文化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非洲贫民 身着光鲜和一身债务 是萨普身上撕不掉的标签 这不就是我们口中的精致穷吗 连干净的水源都没有办法供应的国家 却有人斥巨资购买奢侈品 但是这片被犯罪和疾病蹂躏的土地上 基本道德快要沦陷殆尽的国家 人们需要这份特立独行 维护自己的尊严 你可以说这是虚荣 也可以说这是抗争 2015年 他们受到邀请 去了时尚之都巴黎时尚州走秀 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 时尚对于他们来说 似乎是信守念来的天赋 一般人也就是个时尚博主 而他们就是时尚领主 萨普们通过华服修改了宿命 为他们写好了剧本 哪怕身陷淋雨也要向阳而生 烛光而行 前几年美国宇航局NAS的几个探测器 经常博人眼球 今天说火星人 明天说月球外星人 那么火星曾经存在过文明吗 最近中国的祝荣号成功登上火星 这让火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尽管现在火星探测器满天飞 但仍有不少人怀疑 火星曾经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原因是火星比地球更早处于宜居带 并且比地球更早冷却产生了大气 所以早期的火星很有可能有生命存在 你觉得火星上曾经有生命存在吗 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 在火星上拍到了一些奇特的景象 在其中一张照片里 竟然出现了一条笔直的公路 科学家们找到了这条公路的位置 并和照片进行了对比 他们认为这条疑似公路的地貌 很可能是人造的 这个发现让人惊讶 因为如果火星上的金字塔 火星之连等奇异景象 或多或少是人类的想象 那么这条公路 总不会是想象吧 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 那么问题来了 谁建造了这条公路 难道真的如某些人所说 是人类在火星上建立了殖民地 不过 仅凭这条公路 并不能证明火星上有智慧生命 而且我们还不能确定 这到底是不是一条公路 因为它可能只是火星的一种地貌 既然是猜想 那我们就大胆一点 如果这条公路真的是人为修建的 那么又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解说员深入挖掘 还真找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 那么人类真的要颠覆对宇宙和自身的认知了 70年代 美国宇航局声称 他们的探测器海盗一号 在火星发现海洋生物和人工水道 这些年来 随着科技进步和网络时代到来 这些秘密才被广泛传播 现在许多人认为 地球上可能存在超越人类的智慧生命 那么火星上也有可能发展出高级文明 假如火星地下真的有火星人 他们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会来地球骂 这些问题 科学家希莱温斯洛夫博士可以解答 1987年 希莱温斯洛夫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 来到非洲大陆的扎伊尔原始森林 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 他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部落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部落的人能用类似于心电感应的方式 与他们交流 更让人震惊的是 这个部落的人自称是火星后裔 之后 他们讲述了一个让科学家震惊的故事 火星上也存在高级文明 但和地球人一样 发生过多次战争 最后一次火星世界大战 导致地表被彻底摧毁 人们无法在地表生存 于是幸存的火星人就转移到了火星的内部 但是在地球年的1892年 火星被一场大型瘟疫席卷 火星人为了保留自己的文明 将25名火星孩子送到了地球 飞船在去往地球的过程中出现了故障 坠落在了地球上 当科学家发现他们的时候 这个部落已经有了50人 而首批到达地球的火星人 还有幸存者 在经过一番交流之后 西莱博士和他的团队发现 这个部落的人掌握的知识 或许可能已经超过了 地球上的人类科学家们 在这里西莱温斯洛夫博士发现 所有的建筑和物体都是原型 好像这些火星人很钟爱原型 而之后发生的故事 让这些科学家 几乎肯定了这些人的说辞 因为这些火星的后裔 带领西莱博士和他的团队 到达了一处残骸处 这段残骸一看就是高科技的遗留物 西莱博士根据残骸半圆形的外观 推测这可能是一艘星际飞船的残骸 这艘飞船就是他们的祖先乘坐的 载他们来到地球的 所以科学家们推断 火星人在科技发展上早已超过地球人 实现了星际航行 能在银河系中自由穿梭 他们还有强大的运输飞船 研究团队里有个生物专家 他详细研究了火星人的生理结构 他发现火星人和地球人的生理结构类似 但在外形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些火星后裔的脸型更接近沸沸的脸型 并且火星人是没有明显而阔的 也没有任何发生器官 他们用类似心电感应的方式交流 他们的眼睛有眼白却没有瞳孔 但他们的视力比地球人更开阔 更重要的是火星人都是巨人 最高的可达六米 但是火星人相比地球人 在地球上力量要大得多 但耐力却非常差 因为这些火星后裔及其不适应地球的星球环境 而这些火星后代的说法是 他们在火星上生活时主要吸的是二氧化碳 但地球的氧气含量太高 导致他们的身体和器官被氧化 结果就是寿命不断缩短 在希莱博士离开时 火星人的后代告诉他 他们不想和地球人有过多的接触 希望我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 故事里的很多信息都能和火星男孩的讲述相对应 解说员在看完故事后 详细分析了一下希莱博士的经历 实际上 没有任何图像和具体资料 可以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这也让很多人开始质疑 而这个故事后来也没有了下文 解说员认为 可能会有以下几种原因 以这个引人关注的故事 其实是编出来的 二故事里的部落确实存在 但部落里的人讲了谎话 三级录是真实的 没有骗人 但真相却被故意隐藏了 那么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解说员为此展开了深入调查 首先 网络上除了这个故事 关于希莱温斯洛夫博士的信息 一点也没有 这在信息丰富的网络世界里 真是奇怪 但对解说员来说 这不算个大问题 因为他之前研究过51区 S4基地 爆料者单不理其 也同样找不到任何信息 所以 解说员觉得 可能是有人或者某种神秘力量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把希莱博士的信息 从网络上抹去了 这样一来 这个人就没有信息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也就不言而喻了 因为故事已经传得人尽皆知 不好再藏着掖着了 那么把所有相关人员和 后续发展一起藏起来 就是避免真相被发现的最好办法 到现在为止 这个故事也只能算是个传说 那么就当大家听了个有趣的故事吧 至于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智慧生物 非洲有没有火星的后代 解说员觉得 让时间来揭示真相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员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